大家好,我是青岛日报记者李明 2016圣古水资源论坛于20日在布摩纳召开 数十位水利专家共同探讨在严禁的干旱条件下 如何增加水源、稳定水价 从而保障民众的生活水平以及让经济持续发展 专家们推测,未来100年加州将进入少与周期 看情日趋加重的情况下或出台更加严格的限水措施 本届水资源论坛讨论的主要问题 包括鄂尔尼诺等气候对汉情的影响 加州和本地的控水情况 未来如何解决缺水问题 该制定哪些切实有效的计划等等 资料显示,2011年至今 圣古地区的降水量严重低于正常水平 其中2013至2017年度降水量 仅是正常水平的34% 2015年的鄂尔尼诺气候并没有带来预期多的雨水 仅仅达到正常值的62% 今年则在可恶化 目前仅达到正常水平的46% 在圣古水利局担任24年理事的梁赵金表示 同历史资料来看 过去的100年是加州多雨的周期 至2011年以来 未来100年或都处于缺水的阶段 连续5年的旱情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很长一段时间里 地下水位几乎每天都创新低 未来如果干旱持续下去 水价势必会受到影响 圣开博谷水利局主席 黄泰廷表示 由于干旱状况没有因为降雨或缝解 前来看 2016年已经成为过去5年中最干旱的年份 虽然汉情会持续多久 不能忘下结论 但水利局将按照最坏的打算 开始着手制定案 确保未来至少50年 圣古地区拥有干净和持续的水源 对于目前执行的 诸如限制洗车 浇花 限制中小洗液用水等措施 黄泰廷表示 如果干旱情况不能得到缓解 接下来几个月 将有更严格的节水措施出台 不过目前正在商讨制定细节 水务专家表示 汉情当前 您重要节约每一滴用水 但更重要的是 开发更多水源 再来的工作重点是 依靠先进技术 收集更多的雨水沸水 利用污水净化和海水淡化技术 增加地下水储量 解决缺水的问题 以上内容 由星岛日报记者李宁为大家报道 中文放入那些 invites 低速帐 香港 正比较 Może 平凯 rol 住ины 偶 ?